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宽老师 现代人的工作模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过去是告着体力全身的劳动 现在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坐在电脑桌前 只有手指头上班 我们的肩颈 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手腕 我们的手指头几乎都不再动 这个会导致肌肉僵硬 导致我们很多的慢性的不舒服症状 今天要来教大家活万功 首先把你的五根手指头要活化起来如同扇子一般 跟着老师做 手指头收开 像扇子一般 先活化我们的手指头 然后再增加幅度 手腕也跟着动 手肘也跟着动 仍然手指头像扇子一般 做一个开合的动作 只是我们这一次 手腕跟着动 手肘也跟着动 在做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要量力而为 一开始做 也许你会发现 手的平衡度好像不是很好 没有关系 持续地练习 当你的筋骨关节放松 就会好很多 最后把我们的手打开 手腕动 手肘动 肩膀动 手指头 一样要像扇形一样 做一个开合 这个对于现代人 坐在办公室 不动的状态之下上班 长达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有非常大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